喝了多少酒啊 自己多大的酒量自己不清楚 皮子木 让我看看你这个讨厌的家伙 讨厌你还看 本尊学了个新招 要对你卖弄一番 什么招 你干嘛 把王毅上宫拿到补天师 我说话跟你说吧 我也不确定那个方法是不是真的 可是 可是本尊相信 哪怕只有一丝可能 本尊也要拿到他 你现在过得不好吗 为什么一定要拿到他 为了拿到他 我就是死 也在所不惜 所以 你就认命吧 就凭你 还想对本公子为所欲为 怎么 你别告诉我你不是男人啊 本公子是不是男人 何须向你证明 怎么 做你的男人 很厉害吗 李子墨 你就不是男人 你是不是非要本公子证明一下 来啊 证明啊 好 明日成亲 你敢取本罪 来 有何不敢 我是觉得 没有这个必要 毕竟 我只是为了拿到补天师 要原坊 就要先成亲 怎么 你怕了 谁怕谁啊 明日成亲 来 局长为事 大伙都忙起来 今天可是少爷大喜的日子 哎 往左边点 嗯 再往右边点 高一点 高一点 这个高一点 哎 辛苦了 辛苦了 往里面送 往里面送 好了 好了 这些 还有这些 还有嘉义的房器 地器 金山 矿场 全都写上你的名字 如何 本公子对你 够有诚意吧 这些世俗之物 算得上什么 我想要的 只不过是一个小物件 就看某些人 舍不舍得了 哎 这人生哪有那么多 诗圈诗美 总要有一些小小的遗憾 再说 这我的 就是你的 干吗要分那么清楚 哎 对了 这成亲的布置 你可还满意 我被修饰 是 自然是要按照 道家礼仪来操办 何感恩 好 看那云霞青山有几重 回眸一眼就心动 肩上落花 有谁人懂 一只婚书 上表天庭 下明地府 当上奏 九霄天道 无数今晚风 为一醉倒在花丛 父亲 女儿不孝 今日迫于琴事 嫁与仇人之子 待您放心 待女儿取得补天使 一定受任仇人 为您报仇 晓晓 我知道 你是我为仇人之子 今日嫁与我 完全是为了拿到补天使 请再给我一些时间 我一定尽快查明 当年的真相 消除你我之间的界定 让你真心嫁我 我们相守白头 会不会结婚啊 倒酒啊 好 好 拿着 喝了这杯合金酒 你我二人 就是真正的福气了 你会不会结婚啊 合金酒是这么喝的吗 来 拿着 这样 先抿一口 然后再 让彼此交换 寓意着 从今以后 你往二人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对酒还挺好喝的 来 来 干杯 干杯 我给娘子的 你 你 你 我给娘子 你属猴的吗 别废话 你自己拖 还是本尊帮你拖 我 我有事 要跟你打败 什么 之前说 我们合体 就能解封 既然本尊信他 他便必须一事 本尊也想过 你是在骗本尊 既然和你接触 就能刺激修为 输入不定圆房 真能解除封印 我怎么总感觉有些对不住肖肖 只有骗婚的嫌疑啊 不行 我得让肖肖心甘情愿地做我的新娘 等一下 干嘛 我 我那急 憋着 我饿了 等一会再吃 我 你是不是男人 好 是你逼我的 好 要不我们 那个 再接触接触 对对对 对对 也是啊 我们不急于一时 你再恢复恢复 你现在身体也还虚弱 万一拿到补天时 再有什么意外 对对对 我觉得你说得非常有道理 属下监视了一晚 这两个人明明刚刚成亲 但是又分开睡 硬是没动房 有点蹊跷 是 看来火候还差点 千亿修士那边如何 他们的阵法快要布置成功 到时候魔女 叉翅难逃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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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消息 清云镜准备对尊上动手 尊上这次可能再接难逃了 你们也太小瞧咱们这位尊上了 下去吧 是 动手了 你们都死了才好呢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坐手渔翁之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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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般人游玩中游 世间情愁残不通 一缕红线多少白头 情世化作红素手 泪珠长成相思 是我 是我 少在本尊睡觉的时候碰本尊 否则后果自负 我还是喜欢看你睡熟的样子 别唠一天天本尊本尊的 你现在就是一个光杆摩尊 来 叫去夫君听听 可以是可以 除非你能打过我 过来 干什么 抱我 这大白天的似乎有些不同吧 少废话 快点 原来她是想练功 我娘子这么勤奋修炼 目的是为了杀我爹报仇 其实这事 光可以从长计议 晓晓 你再给我点时间 李公子 秦姑娘 秦姑娘气色好多了 李公子 今日我并非来问朕 那有别的事 李公子 今日我并非来问朕 你 姑娘这是做什么 李公子 我喜欢你 从第一眼就喜欢 眼下公子已然成婚 万儿不敢妄想 公子能给我一个名分 万儿只想 请公子联系 秦姑娘 请 请姑娘自重 公子无需多虑 万儿只想 把最珍贵的献给你 公子不用负责 在下对姑娘 没有万分心思 若再如此 我只能命运送客了 公子 请姑娘请自重 如此在下 就只能将你轰出去了 李公子 还真不懂得怜香惜玉呢 今日不多打扰 公子若哪日另有想法 或者觉得这恰致无趣 定可来找万儿 我心中永远都有你的位置 来 娘子 谁是你娘子 你娘子为何这副神情 谁惹你了 娘子 娘子 娘子为何打我 看你不顺眼 怎么样 顺眼来吧 你要干吗 我要哄娘子开心啊 李子墨 你要是敢碰别的女人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什么时候碰别的女人了 我可不做冤大头啊 哦 你说的是秦婉吧 她好像是喜欢我 但我坚守负德 没有给她一丝可衬之计 这 我叫众人已背叛肖肖 秦云镜定然也不会放过她 现在的李父已经不再安全 我得想办法 让她离开这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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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为何如此捉弄我 我爱之人 竟是仇人之子 小姐 你吓死我了 怎么突然出声啊 小姐 是你太投入了 你看 你把这伞都快怼烂了 有事说是 今天李公子 不知道哪儿跟金搭错了 竟然亲自下厨 给您做了好吃的 那是他 做贼心血 我才不稀罕 小姐 李公子 死在爱怀 饭菜是无辜的呀 那就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虚与瘟疫 谁不会 小姐走吧 本少爷可从来都没有下过厨 这都是本少爷亲自为您做的 快尝尝 哎呀 来 不是献殷勤 本尊都要看看 你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谢谢 你 你还会说谢谢 我没听错吧 你没听错啊 你对我这么好 我当然要说谢谢了 你要真想谢我 就离开这里 狐狸尾巴终于要露出来了 你我才刚刚成亲 你想我去哪儿啊 只要离开我这里 去哪儿都行 至于那一纸昏书 并无任何效力 所以你现在仍是自由身 就这么嫌弃我 是 要我离开也不是不行 挑战你说 你和我一起 那东西对你那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拿不到补天石 我是不会离开的 你说过你要保护我一辈子 我什么时候说过 那你现在说 简直是无理取闹 我又不喜欢你 难怪你对我如此无情 烧我真是 你真吓得确实 我也无需再拧就情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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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断不能让魔女逃了 施法 还说你不喜欢我 每次遇到危险 你都不顾性命 谁让你是美女 你对美女都这样吗 比如秦婉 那没有可比性 我离子墓 就那么随便 四老爷 我快坚持不住了 这就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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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但是我来说 就会与你 我来不问你 那就是你 就不问你 我来不问你 我来不问你 你让你这就有趣了 我来不问你 你都在你 我去那边 我来不问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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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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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 呀 走 我要称霸天下 我要称霸天下 这么多年 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们逃出青云境之后 躲进了深山之中 每日野果冲击 与野兽为伴 亏得我学习夺赦之术 才在这修仙界 有了一席之地 我父亲死后 我继承了凤铭阁的长寸 也是因为这夺赦之术 我被你们所谓的 弥漫正派所比移 我还被扣上了魔女的称文 但是 我从来不滥杀无辜 这就是我的生活 晓晓 我一直在找你 从来听过 心智 晓晓 才遇到你正好 踏上佳人 红装品精修 谁人风花雪月 心已染上 眉间红豆 那才子转身 一去似水流 刘霖 我们晚上就要到了 花结月下徒流空 摇摇 月如酒 补天石是青云之宝 为何你爹会把它放在你的体内 因为只有凡人 才能掩盖补天石的气息 怪不得我一直找不到 那它是怎么放进去的 在你丹田吗 是不是你不能炼气 也是因为它 自从我爹将补天石封印在我体内 无论我如何勤修苦练 始终都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修士 我只能一辈子做一个凡人 与这补天石同生共死 爹 为什么我的青云剑总是练不好 练剑续练器 你这丹田背风印是练不了的 为什么你们没有背风印 只有我背风印了呢 成为修士的理想破灭之后 我就愈发推风印 最终成了世人眼中不学无术的顽语 交给你的新任务 你吩咐的事情我一定办好 让素素和李子墓同房 既然本尊信了 那便必须一事 本尊也想过你是在骗本尊 既然和你接触 就能刺激修为 说不定原防真能解除封印 想必你已经知道 此素素非彼素素 李子墓体内封印着补天石 只有他们原防 李子墓体内的补天石 才能被逼出体外 我们才能拿到 原来如此 你拿到补天石之后 会独吞吗 当然不会 你体内有我下的静置 背叛我的下场可不太好 自然不会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他们已经离开礼府 我也派人盯着 也这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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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素素 东躲西藏的 总归会被人发现的 你说是不是 我那处别人很安全 自欺欺人 要是靠搬家 就能骗过你爹那只老狐狸 那清云山的后山 早就被我铲平了 你们怎么才到啊 我都整理好了 甩掉了 那当然了 也不看我是谁 不过这周围环境还挺好的 可惜了 这里呢只有两间房间 小姐 你和李公子睡一间 我和阿海 勉强一间 你确定没有安排错吗 当然没错 有意见 你正经点 我很正经啊 你我本来就是 名正言顺的夫妻了 那当然应该做一些 夫妻之间 该做的事情 不行 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什么时候才是时候啊 如今我的法力 还未能完全恢复 处处挨打 一颗补天时 让我流离失所 令你们父子反目成仇 正道之人何其无辜 魔道之人又何其无辜 若你我二人不能将这一切终止 那世间将永无宁日 李子墨 这是你想看到的吗 晓晓 你我都没有错 错的是这功法 它和补天使都不应该存在 那刀剑也是杀人力气 它该不该存在 可杀人亦可护人 全干持弃之人 这功法不也一样 况且它还能助我复仇 我该不该使用 所以 咱们两个是天造地设 合体 则可天下无敌 不一样 像你这般 能经得住诱惑的人 少之又少 更何况 夺舍术和补天时 可通成生之路 这种诱惑 有多少人可以经得住啊 好在这世间 只有你会这夺舍术 我有补天时 素素 我们二人找一处世外桃源 安稳过日子吧 安稳 你以为 我们两个现在的身份 还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吗 可笑你堂堂七尺男儿 竟如此懦弱 没有你爹半分气魄 我凤小小虽然是女儿身 但也是一代魔尊 我宁愿站着死 也不愿意苟且偷生 一定是女儿子 梅根 July 也不愿意若开心 他知道了 一目标志 他知道了 暴宫 他不愿意若 他不愿意若 就想整个人 不愿意若 小姐 小姐 好事丑没丑 简直就是对牛弹琴 我怎么看你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哎呀 哪有 哪有 哎呀 小姐 要我说啊 你就是太保守了 男人就该 素素 王公子 哎 素素 多谢李公子相救 王公子无需多礼 在下虽然疏通了你的经脉 但你体内仍有余生 还需要丹药相做 李公子高义 之前政宣多有得罪 再次赔礼了 医者人先 王公子无需介缓 只是不知 王公子为何受伤 魔尊兴风作浪 在下奉青云长尊之礼 捉拿魔尊 且料办事不力 舍了不少同门修士 后寅师丹力薄 遭魔教之人追杀 此凡若非李公子出手相救 恐怕我 青云镜没一个好东西 苏苏 你心里还在怪我吧 我这就给你赔礼道歉 不必了吧 从前的苏苏已经死了 我现在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走 苏苏 苏苏 这都是我咎由自取 才落得此番下场 李公子 今日救命之恩 他日我必将相报 你的经脉被内力所伤 而且你的灵力混乱 你别说是走了 就算想站起来 即便是我鼎力相救 也只有七分的把握 你暂且留在这里吧 这里较为僻借 想必要找你的那些人 一时也找不到这里 多谢李公子 只是 你也知道苏苏的性子 避而远知吧 好 谢谢你 你也知道